現在民眾來 越來越強悍了 現在林國鎮居然講 賴政府如果欺人太甚的話 他們要衝總統府了 林國鎮我跟他非常熟 他講這句話我一看 我就覺得這個東西是一個笑話 什麼笑話 他有一個關鍵 人家要衝總統府了 哎呀 他以前當里長的 你上邊什麼話話說 他有一句關鍵字 我如果比較年輕人問說 你怎麼說這個 他有一句話 賴政府若欺人太甚 賴政府現在沒有輕人太甚 依法執行 哪有弱呢 他有帶 有彈書的 尾靠 這是話術嘛 鞋子都傳小草 跟你好難一下 就是見人說人話 見鬼說鬼話 他當年是見人是鬼 講個鬼話 那碰到我 他就把那個弱回拿到很大國 好 那另外就是 你們每日到電視網民調 今天做了一個新的民調 這個民調講說 有人講這就是黃國昌講的 柯文哲個人的清白是台灣人民的未來 他為社會公平正義對抗民進黨 認不認同這句話 認同的是八點七 不認同的六十八點九 那台北市不認同多少 八十 所以說台北市他當過市長不認同他這句話 八十趴 他開玩笑 對 他還要混嗎 對不對 那我現在反過來看你的 所以在台北這四民認為 你的個人清白跟台灣的未來一點關係都沒有 你根本不是為了社會公平正義來對抗民進黨 所以這個黃國昌 我說他無恥的 毫無羞恥的知識分子嘛 還當過台大教授嘛 我們現在反過來講厲害關係 不要講什麼形象什麼感覺都不談 你看他的民眾黨的好感度來做比較 你看看柯文哲到底比民眾黨 我們要比反感好了 他六十八點七比五十七點五嘛 所以柯文哲比的反感跟民進黨的反感 民眾反感多了十一點幾個 十一點四個百分點 也就是你現在對民眾黨反感的現在百分之五十七點五 可是完全不認同了 這個柯文哲是為了公平正義對抗民進黨的 六十八點九 多了十四 十一點四 十一點四對不對 那你再看台北市這八十幾 拿來扣扣看你剩多少 我講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就是台北市的反感 柯文哲的部分是八成多 那你扣掉你的五十七點五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如果你明年二零二六選舉的時候 柯文哲不要抗了 對 我跟你講八成 只要有人敢拿柯文哲出來選我投給你嘛 我投給你看嘛 因為提柯文哲你是台北市的黨團 現在四個議員啦 對 馬上掛點 全沒了吧 八成 八成的人反對柯文哲是不以為 是認為不贊成的嘛 反感了嘛 那你反過來好 我們看正面表列好了 你的十八點七跟二十五點七來比的話 差幾個百分點 也差了將近七個百分點 對 也就是說 你即使你的二十五點七 是你民眾黨的底部 但是柯文哲的底部是哪裡 十八點七 十八點七啊 更低啊 那我現在跟你保證一件事情 當他的起訴書 在下一次的 這個起訴以後的量出來 公告公招於是的時候 我給你保證是十八以下